馬路上車來車往一切都還很正常 結果下一秒 馬路便突然衝出一名男子 因為剛好看到一台藍色跑車開過去 想說後面也沒有車 直線加速要橫越馬路 結果沒想到隔沒幾秒 就和一名直線行駛的機車騎士 人肉泊車直接撞上 被行人這樣鋪了過來 機車騎士連人帶車 在外加那名闖馬路的行人 直接往前噴出滾了出去 騎士倒地不起 安全帽從頭上飛掉 而倒在一旁的行人 則是可以緩慢的爬起來 聽到大力的撞擊聲 鄰居趕緊跑出來查看情況 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列車道 委婉倒數條例 這起車禍發生在11號上午 永康區中正二街 救護車趕到現場 將騎士和行人雙雙送醫 初步診斷 行人疑似腳部分骨折 騎士則是鼻子挫傷 我有聽他媽媽說 昨天還是不是動手術 是你動 對啊 有 他是不是在這張 可能腳的地方有 腳的部分有骨折吧 不想能不能斷掉 好像說滿嚴重的 警方表示 因為行人未依規定橫越馬路 需負相關責任 而騎士倒楣被撞 也是相當無奈 記者 台南報導 這是幫令警方指導我的 警方指導